如果是谢龙介代表国民党 角逐 府城 市长 那对上谁会比较好打 你和我做四档 我让你怀念四十档 可是我如果有机会 动选台南市长 我只做四年 虽然离2026年九合一 地方县市长选举 还有一段时间 国民党的谢龙介 已经表态要角逐台南市长 同时强调他只做四年 要拼八年的政绩 未来的四年 希望让台南大进步 所以我个人才会说 假如我能够当选市长 我只做四年 我用这四年的日以继业 来换取台南市的不同 四年之后 再把选择钱交还给台南市民 民进党内在为市长 初选布局的人马私下 早已经互相较劲了 不过因为赖清德要求 现阶段不予谈论 大家台面上说法都保留 主席已经在中常会当中 三声五令要求我们的党员 不要在媒体当中讨论 2026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那现在民进党来讲 讨论这个还太早 所以我们先把本分做好 其他的部分就尊重每个人的说法 他必须要先改掉选举造谣 以及对于女性有歧视的言论行为 而2022年台南市长选举 现任市长黄伟哲是以43万多票 48.8%的得票率连任成功 但是仅仅小声对手西龙界四万多票 西龙界虽然落败 却是得到不少的支持 卷土重来对民进党来说是一大劲敌 冬生西王 黄崇峻在台南报导 今天刚才有报警的观众朋友 自己就要说台南 台南其实基本上对蓝银来讲是有点难 但是现在看到的契机 因为民进党有三卡都 他可能要选台南市市长 第一个叫做陈廷飞 陈廷飞过关斩将 我们上次来讲说对不对 都被政国会开除派系了以后 还能够拿到两席宗志伟 还能抽签强硬抽上中常会 对不对 把林一姐给踢出去了 所以廷飞现在真的是真妈祖无误 所以陈廷飞现在是一咖 法力无边的 王定宇就是主要对不对 这个叫深度脸书po文者 大家都是他的声量 这个真的不骗人 因为他po文的数量绝对是 陈廷飞跟林俊宪的好几倍 网络上讨论他也多 但是俊强哥 如果我在这边 这个伟翰跟大家讲 没有王定宇的局 你已经觉得声量这么高 没啦没他的事 只有林俊宪跟陈廷飞 两个人二选一有可能代表出现 你要知道他声量高为什么 刚刚已经讲了 前一阵子在国会改革无法的时候 他跟月圆志两个人 为了有没有要动用警察局 是已经杠上了 然后一天到晚又在立法院 就这个话题有没有 一高就冲起来 那天光是那天的声量就多了 所以他的网络讨论声量高 跟他的地方的政治实力能量强 基本上就是两件事 全国知名度 王定宇或许的林俊宪高 可是你要知道 谁才是 賴静德真正的嫡系 当然吧林俊宪 对 你也知道 所以叫台南新界线 什么意思 台南新界线现在已经形成 一个叫做谢龙界 一个叫林俊宪 界线 台南新干涮 哦 是 所以他这个已经形成了 那陈廷飞拉过来要怎么讲 来观众朋友 为了今天 居然不要问我这一题 我还去问了政国会 是不是 是不是有真的所谓林家隆讲说 既然先前你不愿意听话 硬要选 我们就看你开出派信 我都择掉了 你这又叫人回来 要回来嘛 你知道我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吗 这个是 绝不可能 政国会也对外发了一个新闻稿 决议是绝不可能回头的 对 那虽然我们现在只有一席 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呢 我多讲两句 俊江哥 因为现在政国会就有一席 陈茂松 对 那本来新潮流有三席的预期 因为林一级没抽到变两席 那我上次跟大家讲 银系是都两席 苏志芬跟王世坚 所以现在目前新潮流两席 然后呢 英系也两席 政国只有一席 如果他回去呢 政国会变三卡都会 我也两席啊 两席两席两席 我们就变成是 一样大的一个派系 但是问题 现在目前政国会说不要 很清楚了 那不要为什么 就是为了要听赖清德的话 就变成是偏赖信那一篇 他就算是紫色的赖清德 辖下的 包含政国会永会 都听赖清德的 好 我要我最后问你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现在 民进党要嘛就陈廷飞 要嘛就第一席林俊仙 派其中一个出来 如果国民党是刘盖森 对上的这两个哪一个 比较好打 今天基本上2024年 2026才要选他要两年多 那因为林俊仙已经开始 地方去走跳 对不对 所以陈廷飞跑去哪里 俊昌克 他去赖赖赖 台南有新赖 有牛赖赖 有林鸿赖赖 只有赖赖赖 是大家最喜欢去的 为什么 我来赖赖赖 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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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如果陳廷菲初選激烈跟林俊憲打了以後 萬一他落敗 民調雅利拜國落敗 兩年時間很長 主委是誰 是郭國文 郭國文是挺這個 那我已經講了 剛剛已經講了 政府會都不願意接受陳廷菲回去 那有人會是什麼 也是青睞的 所以他根本不會出來 所以就是林俊憲對陳廷菲的 阿俊翰哥 理想 那如果林俊憲最後贏了 而陳廷菲的支持者 我不講陳廷菲本人 因為民進黨裡面 如果你沒有接受黨內初選的話 選民是會生氣的 可是他的支持者 我們是真的要當到當然了 我中火莺 佩尼全都已經當黃偉承 因為2018 他只有黃偉承了 因為我要當佩尼 這時 輸 reopening 謝龍介 他會說 我參選台南市長2026 我只幹到2030 齁我跟他出上一任 對 謝龍介江輝 我們是大育炎家 因為他本來告訴我的 謝龍介只要當四年 他只當到2030 所以你知道ان你跟我說 這次贗 vielleicht輸 нормально 我們四年就有 你要就両家人不去算 所以整期就放虎両家贏了 反而去支持卿荣介 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卿荣介反而就有机会赢 但是他们两个必须要非常激烈 比如说陈迪飞跟林俊仙两个人 差个1%民调 感觉是否会冲掉他 差了那种情绪 如果到时候林俊仙大赢 陈迪飞15% 那基本上民进党值得通通都回去 那卿荣介在台湾就不好选了 所以卿荣介这一盘 其实也是很辛苦 虽然上次追 这个黄伟臣追到只有4万多票 但是 俊仙哥我告诉你 林俊仙跟陈迪飞下次再选 等待台南的票数 我觉得应该会比前两次黄伟 只在台南拿到更多票 这点我们到了2026 再拭目以待 委员 赖清德会把陈迪飞 当作一个不乖听话 要排除的人 这种想法也是在有点的奇怪 然后地方的状况 伟汉兄虽然不是台南人 分析了有过精致 看你笑得这样 对啊 天气的有过精致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是 事态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一个堂堂的总统兼任党主席 不愿意接受 这个让底下人公平竞争 非拉把自己的派系 这个会不会他的位阶的 这种高度有点的问题 我是觉得 我替陈鼎辉还是有点担心 虽然大家讲说 有的传说 未来的司法之刀 会砍向这个柯文哲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砍向 这个陈鼎辉的政治上的盟友 比如说郭信朗这些人 这很难讲的 这很难讲的 所以他会不会去凑凑陈鼎的锐气 这个谁敢担保票 这个是台南普遍在喘的 在喘的这个事情 而且他不会正面 这个拿着刀的向着陈鼎辉 但是陈鼎辉刚才霍智又讲 他有一些议会里面的 一些枕挂的 陈鼎辉已经说 大家都是赖系啊 没有他说看眼神 赖兴德是看你眼神 赖兴德是不是赖系 不是看你眼神 要你绝对服从 像林俊县这样 可是他如果有林俊县在那边 他一定会请全力在挺林俊县 他对林俊县的支持 不会输给谁 不会输给蔡英文 在挺林志坚那个样子 你必须面对这个客观的事实 而且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那我当然了解到陈鼎辉 他是有苦难言 所以只好跟正国会磨脸下来 非选中常委不可 那要不然到时候中常委决议 没收台南初选 你这样怎么办 他就玩个老半天玩不下去了 所以他一定要去保护 他仅剩下的一点政治资产 今天我们大家来追踪的就是 台南地检署侦办光电弊案 以证人的身份 约谈市长黄伟哲 随即我们就看到了 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就说 台南在2022年的光电发展 提前达标 行政院要求2035的标准 你2022就抢先达标 哇这么用力 背后水有多深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以为的司法侦办案件 实则已经牵动了2026的敏感神经 我现在带我们来看到 怎么来看这一局 台南市长黄伟哲 昨天229干嘛呢 立阳光电案 他去当证人 而且接受约谈 不只当证人 六个人还当面对职 跟陈凯林 还有厂商 很简单 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陈凯林之前台南市的激发局长 他被收押对不对 然后一直押到现在对不对 他曾经讲过 我只是一个 就画面上这位 我只是一个局长 这整件案子这么大的一个商机 怎么可能为个人做决定呢 上级交办 上级是谁 但是上级是谁 那是黄伟哲啊 或者是有其他的人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 观众朋友 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 今天是两个基础事实 就是黄伟哲是台南市长 然后呢他是陈凯林的上级 但是昨天他去对职 他是当证人 而且他离开了以后 也没有任何的交保 所以目前他没有策案 大家观众朋友 中华民国是无队推定的 但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他要去当证人 因为陈凯林有一句 上级交办 那确定是不是你嘛 所以当面对职 四个小时的时间 有两个小时 当厂在那边 跟另外的厂商 加起来六个人 全面对职 然后一个一个问 误完之后呢 看笔录做签名 四个小时就离开 但是黄伟哲市长 台南市文化局的活动 市长行程是公开的啊 议员也来了 记者也来了 但是位置上空掉了 位置上空掉了 写一个局长 不是市长 不是 观众朋友你注意看一下 这里写个立委 这里一个局长 颜色不一样 昨天早上来临时抽调 所以就是因为 该来没来 记者才开始问 怎么这么奇怪 才问出有一个 没公开的行程 所以观众朋友 要这样子讲 因为基本上 市长却做证人 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市长做证人 他却不对外公开 我觉得小小怪 第二个 为什么会连 有这个行程要去作证 你却排了文化局 所以他到底有多紧急 他到底是当天 昨天早上来讲 还是前天晚上来讲 怎么会这样 临时讲 打电话就叫你来 所以这个事情 就透着奇怪的地方 第二个 因为有上级交办 所以黄伟哲要到 第二个 这第一个是上级交办 第二个是什么 有三个科长 这三个科长 现在事后来看 俊江哥因获得福 三个科长呢 先前分别是农业局 地震局跟金发局 为什么是这三个 因为跟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个丽阳他所谓的 三百公顷 而且好多的这个 小二甲的地要变更 什么叫小二甲 观众朋友 小二甲就是两公顷以下 农业用地要变更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有农业局 所以有地震局变更地木 有金发局 金发局要通过发展核准 那两公顷以上呢 要经过中央的农委会 两公顷以下呢 就不要经过中央的农委会 一不再不准了就可以了 那两公顷以下通过谁呢 就通过金发局 陈甲林就是金发局 但是观众朋友 先前丽阳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一直没有被核准 那就卡在这三个局 就这三个科长通通换掉以后 居然就过关了 好不好 所以恭喜这三个科长 你没关系 那当然有没有这个关系呢 也要叫市长来问啊 因为这是科长嘛 为什么三个科长被移开以后 第二个 为什么用小二甲 小二甲都是两公顷以下 那他整个案子在西谷圈地三百公顷 是两百八十公顷 这是很大的一块地耶 你这样小二甲一块一块一块 如果大股皮腰膏 它可以 这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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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开中央的审查 由地方的金发局 那又绕回去陈凯霖 因为他就是金发局长 所以整件事情 你要知道哦 这个台南发展关店 你没有问题 你发展关店 你就按照程序来 你没有故意把它弄成是小二甲 那当然台南政府有回答 他说小二甲是全国都适用啊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就要一个一个来 然后第二个 农地跟余温换城市 变更用地去做光电这件事情 基本上你应该要 本身他没有农业价值 而且农地的主人也同意 可是丽阳在收购过程当中 出现很多状况 原本他想要租来做光电的地 很多都是不同意的 结果呢 我这个月不同意 下个月有人检举我这边违规使用 我就收到罚单了 这都要后来整齐走走就算了 所以这件过程都要查 为什么要查这几个局处 为什么要查陈凯霖 为什么连市长都要来作证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台南的光电案 去年的五月 然后呢 我要跟你讲 这个丽阳的这个 就是总裁 古盛亏呢 他是四百万元交保 所以表示他的设案 是非常的严重 另外他总经理 在去年十二月 也被收押了 但问题是 黄伟哲到了昨天二十九 才被约谈 那也有人讲 为什么都避开这些时间 为什么 因为一月十三要选总统 所以在选举之前 千万不要动 可是现在选后了 也希望台南地检署 误网误众 把台南的光电案 这个丽阳这个案子 给人查个清楚 到底谁有违法 都应该给社会交代 这个是司法层面的 再来政治层面 违汉带我们解读 整个事情 不只有司法案件 光电闭案在查 2026的这一仗 已经提前开打了吗 讲到政治 用数字说服你 观众朋友知道 为什么赖清德 曾经有个错号叫赖神吗 因为他曾经在台南市 开出72.9的市长选举 得票比 对 72.9 将近73 天花板了 当时他的对手 国民党的市长候选 黄秀双是27% 对 所以赖赖几% 赖赖46% 不是拿46% 是赖了46% 赖到有春 好那我就问 黄伟哲现在是不是 连任市长了 是 他赖谁 他赖谢龙界 他赖谢龙界几% 5% 所以人赖46% 你赖5% 你赖赖到输了 所以就证明黄伟哲在地方 没有赖清德这么强 所以黄伟哲这些案子 也影响了他 但问题讲说 观众朋友 下一次选举 2026 就是选市长了 而且黄伟哲不会连任了 所以大家现在就看黄伟哲 你不要留个烂摊子 给民进党 下一个市长不好选 因为谢龙界下一次 不分区立委 他要选2026 两年后会下来 你已经被追到 选春5%而已 那接班的人会是谁呢 来观众朋友 目前最有可能就两个人 一个是林俊宪 一个是陈廷飞 来我先讲 林俊宪不用多说 新潮流 而且是赖清德的代言人 常常他出来讲话 代表赖清德 所以毋庸置疑 他是党主席 而且总统当选人 未来2026 他是总统赖清德的爱将 如果征召应该是他 但问题是陈廷飞有 卖什么征召啊 征召傻 你不是民主程序吗 我是地方实力强的 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我有跟陈廷飞访谈过 他跟我讲一件事 我也惊讶 因为黄伟哲 2018第一次选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的党内初选 最强的对手就是陈廷飞 所以八年前 陈廷飞就已经有出来选了嘛 那这种状态之下 当时台南有六个区 他们都是各一区的立委 可是另外五区呢 我有会员会啊 我都没解散 所以陈廷飞信心满满 只要办初选 比民调 他认为我的地方的实力 是比林俊宪更强的 所以国民党应该是谢龙健 而民进党呢 就在林俊宪跟陈廷飞当中 二选一 看谁能够胜出 好 雨萱你怎么看 这个光电弊案背后的 2026密码 那2026是这样子啦 你现在以人选来讲 林俊宪的机会 绝对是最大嘛 因为他政治正确嘛 未来五位林总统 都是赖青的嘛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啊 那请问一下 查这个光电案 会帮助林俊宪更容易 取得到2026的门票吗 不会吗 当然不会啊 因为陈廷飞也做支持啊 所以这个跟到底 谁来去抢2026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啊 这是一个前哨战 但最主要延伸到的对象 还是赖青德啦 那我就问啊 那对准这个立昂的案件 到底要办黄伟 这办到什么程度 我反而觉得 这个是找错案子 因为这个立昂 今天这个案件 它的焦点是在于说 土地的争议上 以及相关行政单位 没有放水 但其实台南乡亲 大家最为关切 最痛恨的是什么 哪一起 八八枪 八八枪的案子嘛 那就搞了一大糊涂嘛 这个地方上黑赤黑 一大堆乱七八的事情嘛 又扯到黄估 又扯到一些紧膨大 然后整个地方弄乱七八糟 请问这个立昂案子 跟这个案子有关联性吗 不大 所以它真正案子 如果检掉要办 要烧到真的是 把整个天庭给掀翻了 应该是要往郭再青 往黄估那个方向去发展 其实我们看到 那个案子轻轻地放下 反而把所有的焦点 都聚焦在这个案子里 所以我跟过一个总结论 其实这是政治办案 它的目的跟它的作风 跟它的动机跟什么 跟当初那个市场 站起来一样二样 走一个过场而已吗 对啦 因为它真正的目标 是要素威嘛 它立威嘛 让你看到说 我对于这光电业 我赖心得 有在铁万在执行 但会不会杀到骨子里 这种办法办不到里面 派君你怎么看这一局 这个嘉南高频这几年 因为光电的题材 让原本这个价格稳定 收益也不是很高的 这些农地啦 余温区域 突然变得很像 新市政的这个开发地区一样 所以包括投资客啦 外来人士啦 黑白两道 就在里面这个角力 那既然有这个金钱的炒作题材 然后而且太阳能发电之后 建制基本上就卖给 国营事业台电嘛 所以这个可以想必 这个过程一定是一路开绿灯 所以这个攸关利益 当然也就考验 这个大小政务官 事务官的他们的操守 可是这几年下来 光是一个台南 根本就是鬼影床床 你从这个刚刚宇轩讲的 雪甲88枪 到今天讲的陈凯林案都是 那更不要说去年这个洛马 因为接受在当台南 当民生局长 接受性招待的这个前行 这边发言人陈宗燕 你都可以看出来 台南这个民进党 长期执政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一直飘出 阵阵的恶臭味 但是黄伟者昨天 被传唤作证的时候 他讲这个原因是因为 一审被判有罪的 这个陈凯林 在包庇能源公司的时候 这个申请文件的时候 他跟下属说 这个案子是上级交办 那昨天陈凯林讲说 没有啦 我那个时候只是随口说说 可是有媒体报导 点出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光电案通过 除了陈凯林当时主长的这个 经发局之外 农业局地震局的承办科长 也都必须要点头 所以他们被调离限职之后 这个案子当时才顺利过关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陈凯林说的上级交办 会真的单纯到只是随口说说吗 你如果从这个事情的客观上去推敲 确实要更广泛影响力的人 才有办法做得到 那黄伟哲当时是这个 现在也是啦 台南市长 所以他被传染 当然是有他必要 那我也不敢说 他一定跟这个涉案人 跟有直接的涉案相关 可是你相信说 这个民进党作为 长期在台南执政的绿营 里面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一定不是只有黄伟哲 一个人而已 那台南过去林非凡 在被民进党收编之前 他也曾经讲 台南就是推一个西瓜出来 民进党都会上的地方 那现在2026 黄伟哲任期将界 所以当然会牵动 选区里面的一些变化 包括这个林俊宪啦 陈廷飞甚至郭国文 都是遥遥欲试 那国民党当然在这一届 把过去长期在台南 耕耘的谢隆界 放进部分区安全名单 进到立法院 当然是希望这个 跟在地表现说 国民党不会放弃台南 但是如果你从台南 过去两届市长的 这个得票数 其实已经没有很好看 我可以去讲 就是台南就算 这个民众 没有对国民党 有太高的期待 可是起码对于 民进党的万年执政 然后传出了这些腐败恶臭 已经感到不满跟不耐了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 来看到这个火线人物 这一届权力院 最年轻31岁的立委 新科立委黄杰 黄杰今天怎么谈他呢 他站上火线 永远有版面 不怕仇恨值 还没把立委的位置坐热 居然先被阿扁点名 会是高雄市长大热门 来 雨萱来告诉我们 阿扁是凭哪一点 认为快则2026 慢则2034 接放梯队也有先来后到 黄杰 不是啊 俊强哥我问一下 阿扁现在是政坛的什么角色 你知道吗 退休总统 不是 他是政坛达力 所以他的想象力 总是比一般人丰富嘛 你就不要太见怪了 但我坦白讲阿扁这句话你说对也对 说错也错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在哪里 最快2026年 这时间上来讲也没有问题 这不是废话吗 最慢2034年 对对对 这没有毛病的问题 就像曾经有一个伟人 讲过一句话 选举就是票多的人 饮票少的人吃 很有道理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各位 听听就好了 陈吹扁 但我讲白了 黄杰最近动作确实是蛮多 为什么 因为前一阵子他才发一篇文 各位还记得吗 318黄杰说有一个人背叛了太阳花雪韵 他说这个人叫做黄国昌 为什么他这样讲 他说你看黄国昌曾经在2019年3月23号的时候讲 同一个人同一个政党可以坚决反共 最后变成迎逢亲共 他在暗讽什么 说你黄国昌当初这样去批判别人 结果自己现在怎么加入了民众党来 各位我稍微帮黄国昌平反一下 请问一下黄杰以前是什么身份 他也是时代力量的助理 他也是黄国昌的助理 但黄杰后来跑到了哪一个政党去 民进党 跑到了民进党去 所以这算不算背叱我也不知道 不然你可以很坚持 很有爱的留在太阳花 留在时代力量里面 然后最后不分区就是一起都拿不到 你也可以以时代力量去选立委 你看一下民进党会不会让你 对不对 这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在党内的时候请问一下 黄杰原本是谁的徒弟 许智杰 那许智杰的徒弟嘛 所以后来他被谁征召走 然后跑去选到赵天龄那个选区 陈其迈嘛 那最后黄杰加入了什么样的派系 永延会 永延会怎么会跟许智杰有关系 许智杰是新潮流的 陈其迈是阴系的 所以你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去问问看 许智杰内心有没有感觉到被背叛 许智杰有没有觉得说 你现在还要跟我选高雄市长 所以如果要 平常一点跟我讲背刺 讨论背刺这件事情 大家先拿刮胡刀自己胡子刮干净 但不管 现在有另外一个人 确实感觉又要跳了 许智杰跟你知道是谁吗 谁 黄国昌 黄国昌是不是从时代力量 各位 时代力量他有一个前身 你不要误会 他叫小英男孩 他蔡英文学弟啊 跟蔡英文感情可好了 那个时候是不是跑到时代力量 在时代力量的时候 是不是跟蔡英文翻脸 结果最后面 他是不是跑到了民众党 对 那现在呢 好像又要跟民众党翻脸 要跟民众党翻脸 为什么 来我们看到吧 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就问一下 黄国昌跑去找侯友宜这件事情 请问各位 他是去到在板桥 一个最大的行动座谈会 那我反问 如果没有先跟侯友宜有默契 先跟侯友宜有沟通过 有可能突然堂而皇之的说 我来了 我来报名了 有这样的可能吗 没有可能 你敢问他做小孩吗 不是啊 你看一下柯文哲现在在干嘛 还在反省2024年的总统大选 那侯友宜是科文哲的什么 对手 对 结果你私下跟对手 互通友吴 暗通款取 跑去跟人家联系 跑去参加了会议 他还说什么 侯友宜是我们新北的 大家长 侯友宜如果有需要 我义不容纸 他是最认真 最用心的市长 你在开我什么玩笑啊 欢国昌 什么时候看黄国昌如此温良恭敬让 所以很显然嘛 为了选新北市长 这个位置 因为各位不要搞错了 现在新北市长叫做悬而未决 请问一下 哪一个候选人有把握 哪一个候选人有自信 没有 有 我跟你讲 只有一个人 谁 获得侯友宜支持的人 才会有自信吗 问题这个人还没浮上来啊 对嘛 还没浮上来 所以各个有机会 各个没把握 黄国昌看到这个机会 所以什么科文哲 去旁边啊 我现在心中 唯一的真神 只有侯友宜 好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黄国昌 他从你刚刚讲到的 小绿变成反绿 反绿变小兰 小兰现在已经跟 侯友宜通话 有一个人跳出来泼冷水 你不要被他骗了 他是变色龙啊 不是啊 因为这个陈学胜委员 我之前呢 陈学胜委员很常当我来宾 但我必须坦白讲 学胜委员 你不够了解黄国昌 因为他这句话 有一个语病的地方 他说暂时 卫妆成变色 那我就问黄国昌 什么时候有颜色了 黄国昌什么时候卫妆 他一直在变颜色 对嘛 他不是暂时嘛 黄国昌从头到尾都没有颜色 学胜委员 你告诉我了 黄国昌说蓝就蓝 说白就白 你有没有看到海底有一种鱼 我们常常在晚餐吃饭 白色的国昌 对不对 没有今天你要黄昌 你要绿昌 你要蓝昌 你要彩虹昌 随时都可以变给你看 这个是卷商2026 哇 开始闻到一点风了 还没完 另外一个人 现在你胡白走这个 看好钱看好朋友 林又昌 他要选啊 对对对 这个人呢 现在从微风已经吹大风了 你知道吗 先前大家讨论Net 跟微风之争的问题 他也有角色 但如今为什么他这么忙 因为你看 内政部长林又昌 对不对 他以内政部长的身份 接连宣说我去拜会讲完案 谈设置导开发案 我再去找侯友宜密谈 反正到处谈 等一下 俊亮哥有个大问题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对呀 有发新闻 有人放出来嘛 这是密谈 你怎么会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呢 所以他们就在抱怨说 你开什么玩笑啊 林又昌 你这到处找我们见面 就到处放话 根本就是在作秀 这是在替什么 双北市长任何一个地方 想选举他想铺路嘛 我知道啦 又昌你想要选台北市长 对不对 好啦争取看看 那基隆留给高嘉宇吧 董哥 对啊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照声量 阿扁就在照声量 因为黄杰 年轻嘛 有年轻选票 所以大家就会来谈论阿扁了 那这个跟柯文哲一样 柯文哲也到处在找 有没有人来报答我 那他们不晓得 现在台湾最夯的人叫韩国瑜 韩国瑜吃个水煎包 就大排长龙 昨天卸龙就去要买 怎么这么多人 吓死人了 所以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表态 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黄国昌是最离谱的 因为黄国昌过去很多言论 都可以编成两本黄子录 黄子录 那你过去讲的哪来对照现在 对不对 过去太阳话是什么缓装 现在呢 现在你跟柯文哲 柯文哲是两岸一家亲 你讲的出口嘛 黄姐讲的也没错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大家互斗嘛 那现在侯友宜 是全国第二高选票的 不管总统大选 或者是新北市拿的选票 也仅次于 那个总统的选票 对不对 所以黄国昌就去扒拉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都各有所属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林优昌的动作最离谱 林优昌剩几天就要卸任了 剩不到两个月呢 他每天打卸国粮打完了以后 哇 再来说我要见简化 我要跟你弄摄子岛 柯文哲跟林郑文贤总统 摄子岛拿72%的选票 所以看我 我八年一定把摄子岛改造 你现在到摄子岛一模一样 没有变 柯文哲只会说谎还会干嘛 现在他想说我再去趁柔友宜 反正我去趁旧友话题 然后再放话给媒体 所以你看 他吃遍北中南 我还怕他再去桃园 北北鸡桃都给他走光了 赛金实质 赛钱了 是啊 剩五十几天的部长生涯 到处用这个做卖点 是 四哥 我经常才去摄子啊 都没变 都没变 摄子这个事情啊 我们台北市政府 我们就标论说谁当市长 因为这个行政议题嘛 在109年的时候呢 就把相关计划送到内政部去了 今天几年啦 113了 这中间这四年期间呢 台北市政府多次发函给内政部 叫他们赶快核定 由市政府所提出的 摄子岛的这些开发计划 然后呢把区断征收等等 来来回回公文几次啊 迟几次的公文啊 但迟迟就不下决定 那好啦 那是最后三个月 两个多月的时间 到处爬爬爬 一下呢要去拜访蒋万安 一下要去问一下侯友宜 这个怎么摄子岛开发 我突然很纳闷说 摄子岛不是台北市吗 去侯友宜干嘛 他去问什么 芦州相关的连接的地方 是否有开发案 我拜托内政部啊 这案子已经耽搁快十年的时间了 你就先核定 摄子岛的部分 等摄子岛的开发案确认之后 我后面还有很多的 叫搬迁的问题 居民安置的问题 还有盖社宅的问题 真正成行这是 十年以后若一切顺利 我们的开发案 这个重制案开发案呢 十年以后大约才看得出轮廓 人民会感谢你啊 人民会感谢你啊 我一在行政院 拖了好几年的时间 我还要再花十年的时间 什么芦州相关的 你大可等核定设置好之后 你再想想 双方要怎么连结嘛 然后那个道路要怎么弄嘛 各况十二指大桥 等等的道路训建 基本上在前年都已经完成了 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就拜托林又昌哦 时间好 最后三个月签个字 把他就合了 不要再拖了 喂 决战2026 阿扁前总统点名黄杰 他才31岁 大热门 你怎么看 现在目前大家可以算得出来 中华民国的选举史上 政治史上最会找话题的人 就是阿扁前总统 所以千万不要怀疑 阿扁还说黄杰 不一定就是黄杰 我这样可以访问黄杰啊 我也问他这一题啊 但问题是 就会问都不代表说看好他啦 好不好观众朋友 黄杰确实有几个优势 我来跟大家讲 黄杰第一个他很年轻 他现在目前是整个立法院 最年轻的立法委员 第二个黄杰他在高雄选 那这是怎么优势 高雄很绿啊 所以高雄很绿 基本上谁来选都能赢 2026年科智人要去选 我相信科智人会越来越强 可是你现在目前 陈其邁最近的民调是多少 八成 所以呢其实就是说 只要民进党不内讧的话 2026民进党他哪一个县市 不拿下来 台南高雄他一定要拿嘛 所以如果说黄杰能出现啊 但这也是他的优势是所在 也是他困难是所在啊 我刚讲第一个年轻 第二个就是在高雄很绿 第三个黄杰 他是四联盛的立法委员 为什么 因为他选了两次议员 然后一次立委 还有一次是罢免 可是罢免案呢 他是挺过去的 而且反对罢免的票 也赞成了更多 所以基本上他在高雄呢 有他的地方实力 他从凤山转到现在目前的 这个就是赵天年的区 那你要知道 他选上以后第一件事情 做什么 做什么事 他加入勇言会 他是去年八月的时候 才加入民进党 到现在还不到一年 谁推荐人加入民进党 谁 陈其迈 推荐人就是陈其迈 所以大家讲说 你是麦系也就对了 就是这个陈其迈的麦系 可是又加入勇言会 那可是陈其迈讲说 我完全知道他要去啊 因为他承接了赵天年的票 加入勇言会理所当然 所以你在讲说 他是不是被鼓啊 跳来跳去 从凤山跳这一区的时候 同时他其实是跨区的 他又有凤山的基础 又有现在目前的 这个赵天宁 这好像前进区啦 然后再加上呢 他又是麦系 又是勇言会 再加上他年轻 所以我讲了 他优势很多嘛 四个优势嘛 可是其实这四个优势 我刚讲了 这只是个话题 因为民进党 2026要选市场的人 已经多到不行了 我直接公开点三个 好不好 赖瑞荣 新潮流支持 许志杰 他自己 非常的积极 还有林黛化 他第一个宣布的 所以有三个资深的立委 要选高中市场 除非啦 观众朋友 我就做个结论 除非三个人 大家都来凶 三个都跛脚以后 才有可能会晃节 否则2026年 高雄市长 民进党的候选人 应该不会是晃节 柯文哲 补版面真的很有一套 来 宇轩告诉我们 他已经看到2026 提出了N加1 哇 被骂到爆 他也跛到版面了 不是 阿伯现在出四了 阿伯真的出大四了 他如果再继续出四下去 可能会变出三了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你先看哦 柯文哲过去 叫做一身另下 底下无一人不宠 为什么 因为他有神性嘛 柯文哲说白连教不是一个政党 他是一个宗教团体 宗教团体一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 你不能去质疑挑战这个神的 但如今他遇到挑战了 所以就要跟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 他神坛的桌角 要摔下来了 起一个 来 柯文哲讲说 我们2026年 我们办那个N加1计划 我们把这个议员 换言之就是 现在每一个区域他们有的议员 虽然十几个不多啦 就再给他多多加一个 再多提名一席 再多提名一席 听起来是好事是不是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基层大炸锅 他的前幕僚 就我们大家认识了 这个Grace嘛 很爱开黄枪的Grace说 我想啦 陈志涵空降哪里 我就去哪里啦 这Grace跟他呛瞎 但Grace呛瞎我不意外 但可怕的俊兄你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 他们底层都呛瞎 这十几个议员 通通跟柯文哲造反 前幕僚走就走了嘛 你讲我可以不要理你 问题是 党内选出来的议员 直接呛瞎哥批啊 对 江和树 各位 我们再看一次 江和树耶 江和树是谁 台中之前脸贴脸如秀燕 然后跟柯文哲如交四期 叫柯文哲选台中市长 他爱把他弄不掉 江和树耶 他真的说啥 我跟你讲啦 你民众党四年多啦 不是每个人都是国民两党啦 不是塑胶啦 你若提名绝对会落选 各位这个理由 这个到底是哪里 柯文哲一直跟大家讲说 民众党是一个很伟大的政党 很了不起 创造第三势力 但江和树说出了实话嘛 因为当你回到现实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以民众党的票员 一席议员已经很紧绷 如果再提一席 都要会发生什么状况 黄敬盈也给你看 2022年的时候 我们讲学姐 哇 这个以这种最高票 非常高票之姿 来到这个40北投 去选议员 结果呢 同党本来是谁先经营的 陈思雨嘛 后来发生什么状况 学姐太强了 学姐的票分给她都还可以当选 只有学姐一人当选 陈思雨落选 那我就问 对于现在所有现任的议员而言 他们当选一起 是不是就已经很紧绷 很困难了 那如果再加一个人进来的话 请问他们有没有可能 两个都双双落嘛 当然有这个可能性嘛 所以这凸显出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民众党的基层 有了选票 有了经营基础之后 再也不需要柯文哲啦 过去我要仰赖 我要看你面试耶 看你头面耶 因为你是我老大耶 我要仰赖你才有空气票啊 但我现在自己有票了 所以我不需要你 再第二件事情 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 代表民众党的基层实力 根本不可能 如同柯文哲讲的 一百一千嘛 连一席都很难的嘛 即便立法委员不分区 选成这样子 对他们来讲 三百六十九万也只是空谈 而第三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的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以前柯文哲一声令下 每个人为这个马首四三 结果现在 人人都跳出来造反 什么我们不要讲蔡壁炉了 什么学姐啦 然后什么江和树 然后一堆议员通通都讲 嗯汤哦嗯汤 你就知道 柯文哲的领导威信 受到了挑战跟危机 这种公然叫板说明什么 你这个N加一让现任的 可能要跟着覆灭 这不是一个疼惜人才的做法 柯文哲是疼惜人才的人吗 很多人说那可能根本就不是 来看这个人 出来了宝宝 他居然真的跟写弟子蔡壁如同框了 对对对 而且当初是他有人 Post这个照片 说宝宝吃饱 我要接下一句 宝宝吃饱 文哲跌倒 宝宝吃饱 文哲就会跌倒 为什么会出大事了吧 好不好 第一个杨宝珍现在的确是离柯文哲渐行渐远 但是是柯文哲自己甩掉的嘛 居然跟刚才讲一句话说 柯文哲疼惜疼才 不要开玩笑了 柯文哲这个人 心中本位 只有自己每个人都当作卫生纸战术 你如果觉得我偏颇 觉得不相信 我反问一件事情 请问柯文哲第一个任内 台北市长任内 到现在为止 有谁还留在他们身边 答案是零 没有半个人连在他身边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对对对 所以你看啊 最后原本对他死心塌地的都走了嘛 而且现在这些基层 你看哦 蔡壁卢有没有基层实力 有 他根本不需要柯文哲 他甚至还害怕柯文哲来 杨宝珍有没有实力 到哪里都选上 有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状况 当柯文哲流量锐减 甚至没有话题 没有议题 必须要去整天去蹭皇国 昌皇山山的时候 这些人在地都大尾了嘛 我自己自成一派了 不需要再看你脸色了嘛 你看就有人出来讲 台中市党部主委就这位啦 这个我们讲 姜和树就说他选哪一区都会当选 但我跟各位讲 这是陷阱题 因为杨宝珍选哪一区 蔡壁卢都会落选 因为地方的议员大概会炸锅 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分析过这个状况了 所以但是这代表一件事情 杨宝珍的基层实力跟他的粉丝 现在已经不是无下阿蒙 不可同志而语 好 贾民你怎么看 柯文哲的这个N加1计划 很多人不看好炮轰 他也搏到版面啦 当然我认为这个柯主席 他想的那个叫做大的原则 N加1就是说 如果先任有一席 可以考量要不要加1 如果先任没有的 就至少提一个嘛 这个很合逻辑啦 但实物上不可行啊 对 可是你要知道 民众党上一次 他们就是已经野性很大 因为他2020年第一次政党票 拿了12%左右嘛 他们都说我们要大量提名 提了86个 最后当选几个 14个 最后只有14个啊 那当选率低啊 所以我说如果民众党要做高额提名 这没有问题 因为你确实在壮大 可是重点在于 哪些区域该加1 哪些区域该保守 自己要有内部的一个重要的评估 而评估的标准 当然不是江和书说了算了 是全党也不会是你 柯文哲一个人说了算 这个不像是那个海洋动物 为了繁衍 一次下好多蛋 一袋一袋可以繁衍 会不会反而造成全灭啊 其实啊 我觉得柯P会讲到这个话 就代表他对于政党提名的运作 应该是属于幼稚园的那个成绩而已啊 因为你知道 其实在市议员 尤其市议员成绩的提名里面 过去国民党 事实上血泪斑斑 如果比如说你原来这个区域 原来提名只有四个 那到了这一届 我们要提名五个的话 我跟你讲 其实现有的议员 几乎都跟你拼命啊 在过去好多都是这样 因为他会认为说 我的池子并没有增加很多 对不对 四个人分跟五个人分 就不一样啊 对 原来五个人分变成六个人分 也不一样 那今天民众党 他在一个要成长的过程里面 那我真的觉得就说 柯P对于整个 他未来政党的一个提名策略 还有他在地方组织的发展 我认为他还是无萨萨 比如说他应该把它变成说 我要遍地开花 比如说大家知道 就说可能过去提名的这个区域过少 那现在在以前没有提名的地方呢 我愿意多提名 那这个搞不好就很多的年轻的 有志的这个年轻人 就更愿意去加入民众党啦 或者他喊出 比如说对台北市来说 现在是四席的议员 那我就喊出一个 我未来要起码变成六席 六席就是说我没有的那两席 我一定给他选上 确保这四席可以连任 我四就变六席了 对不对 增加百分之五十 这个大家也觉得 要留下来选的人 也觉得说 那我应该得到很多的奥远 可是你现在翻来覆去的 然后没有很珍惜 你原来应该继续在蹲点的 然后内斗升不断 你搞一个N加1 把现在所有现任的议员 给搞毛了 而且每个人是说 这个不是壮大 这个是要削弱我的实力 每个人都挫了一旦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 到底是不是一个 很健康发展 而且就算你以后要N加1 哪有人这么七早八早讲 我就跟你讲 国民党那时候都是 那一年要选了 大概前一年开始说 大家就立刻吵成一团 所以我觉得 你们就算是不懂 然后看看过去的经验 问问别人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 是 人知你怎么看 难道柯文哲他不晓得说 其实多席次选举 都是同党之间在抢票吗 然后如果说你的那个盘不够大的话 你会让你原本的现任议员落选吗 他不知道这个事吗 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去跟他的现任议员沟通 所以为什么姜和树第一个跳出来 因为姜和树除了是台中市党部主委之外 他也是议员 我举我们新美市的状况 如果说有一个区 我们新美市新庄区有一席是民众党的议员 那那一区就选七个而已 选七个很非常紧绷 非常紧绷 你说今天如果说民众党要在那边提两个人的话 那你说那个现任议员会不会紧张 当然会紧张 因为票被分掉了 所以柯文哲你讲N加1是希望盘做大 结果你反而会有没有可能让现任议员因此落选 这个主席讲这个话 很奇怪就感觉真的是很外行 好啦那 柯文哲讲了每次都被人家打脸 萧桃开会馆讲了被打脸 然后N加1讲了一堆党内的人都不支持 那你这个主席的微信还存在吗 哪有说主席讲话一直被打脸的 然后你讲N加1 你是不是需要全台湾都很多人才 可是民众党有很重视人才吗 就讲刚刚讲大家讲杨宝珍 杨宝珍中午的时候在台中 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跟蔡壁如同光聚餐 那时候有人就去问柯文哲说 他们是在哪里聚餐 柯文哲也很好笑 柯文哲就说 这个杨宝珍他老家在台中 所以有可能在台中 杨宝珍在台北上班 也有可能在台北 不论如何都有可能 那有讲跟没讲一样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说杨宝珍 就是暂时离开 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 柯文哲从后到没有跟他联络 也没有想要说 宝珍之前是你委屈了 要不要回来 你挑一个地方 好好打拼 我们给你力量 有没有做这个动作 没有 放牛吃草 所以对于杨宝珍这种 有声量的人 你都这样看淡 更不用说 在2022年 全台各地 都有很多帮民众党打选战的 议员候选人 后来落选之后 柯文哲根本对人家不理不睬 所以你没有人才 没有人进入到民众党 你在那边喊N加1 你干脆讲喊N加2好了 你就没有人啊 好伟翰 这个柯文哲喊出的 2026N加1的大计划 居然被前幕僚打脸说 这根本是全部歼灭的计划 你怎么看 N加1 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议员 所以这个加1 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 像台北市六个选区当中 有两个 现在目前没有民众党的议员 松信没有 上次亚宝珍落选 中正万华没有 吴宜轩选 他还在选嘛 所以这席 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 N就是零嘛 在加1席 松信提议席 中东华提议席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怀疑 不然他难道一个政党 不希望开疆辟土 攻城掠地吗 但是问题 坏就坏在那个N N是所谓现任议员 这14个当中要加1 过来都常常跟好车跳出来 江和树台中的议员 而且他还是台中民众党的主委 他有讲 我是没差 我做主委你 我是怕啥 别人就吹在蛋 这四个现任 张志豪 然后陈又臣 还有林真宇 跟黄敬寅 那主席都在说 那我们怎么办 会不会很错 你找人来跟我抢票 不能寒扣嘛 而且事实上还很久 你现在讲也没有用 可是造成反弹 反而不是国民党民进党 因为国民党民进党 自己有自己的盘 反而是他的基层会担心说 那这样子造成 现任议员的排挤 那怎么办 难道真的以为 民众党就可以 各区都选到 两席以上吗 英加一的那个N 现任的议员 还要有一个竞争者 他们内部会担心 不过我还是这样讲 我觉得 民党民众党一样大嘛 希望自己的党的基本盘 能做大等量奇观 所以里长市民 但议员要多 方向跟基本概念 应该是没有错的啦 明天2月1号 就是立法院长的投票日 我们看到民众党 压到了最后一刻 今天先底牌 自推人选 不当小蓝 也不当小绿 黄珊珊就是他们 推出来的立法院长的人选 推败黄珊珊 角逐大位 如果第一轮没赢 第二轮他们也集体不投票 这是不是代表 在柯的主导之下 保送韩国瑜呢 或者说 是民进党 你既然这么怕 韩国瑜上了大位 那你唯一的做法 就牺牲了 游锡坤 票通通投给黄珊珊 把他选上了院长大位 但几率有多高呢 好 军长各位 报警观众朋友 先讲结论 如果蓝绿百都按照 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讲的 今天的对外公开说法 去进行 而且没有一票跑掉的话 那很简单 结论就叫做 八票投三 保送国瑜 再讲一次 八票投三 保送国瑜 今天 黄国昌跟黄珊珊 还有柯文哲 他们再次开党团会议 不过这个真的是开不完 民众党真的是很会杠杆 我们媒体记者 每天都要追着他 明天还要去一次 因为明天中午还有一场 为什么 等一下告诉你 好 今天就是早上九点钟 把这段期间 最后的结论 现在有听人 看到韩国瑜 跑去那边 对不对 拜会 报一下 第三次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游汀坤跟蔡湘也去嘛 那之后呢 之后就今天早上开会做决定 就今天早上九点开会 九点半正式开记者会 宣布 由总召黄国昌宣布 我们正式决定 明天的民众党八票的立委 将会全部集中投 黄珊珊 当立法院的院长 所以叫八票投三 今天记者也有提问柯文哲 就请问柯主席怪怪的 你不是说 四大改革谁支持就投给谁吗 结果两个人都支持啊 怎么会两个人都不同 你也选一个对不对 那今天柯文哲的讲法 其实有个漏洞 不好意思 我笑话把他挑出来 他说 因为他们两个讲法 都代表自己 韩国瑜都游汀坤 都支持我们四大改革 对不对 但是代表自己个人立场 那没有诚意 国民党的傅坤起早就讲了 韩国瑜讲的 我们全部认证 你耍我 你要面试我 你讲说谁跟你共感 可以国会改革 你八票都要投我 游汀坤确实有跟大家说 我的那个赞同声明 是代表个人 可是韩国瑜的国民党团已经认证 给他背书的 全部跟着韩国瑜一起投了 那你也不认 他也不认啊 所以他今天照讲应该投韩国瑜 我们就是论事嘛 不然的话我讲的话可以受检验的 可是 那个柯文哲还是说不要 所以他们就回到说投自己 那投自己保有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独特性 我们今天没有受蓝跟绿的牵制 往后的合作空间 不管委员会 法案预算 都还可以再谈 我相信这个是对民进党最好的选择 可是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 民进党就开炮了 柯建民就 他就这样 对啦 你看原形毕露 失色新唐 对不对 然后而且呢 拜向以露 你就是小兰 因为你这么投的头发 我刚讲了 已经结论就是韩国瑜当选 对不对 你虽然没有投给韩国瑜 可是你投给自己的结果 韩国瑜就会当选 对 所以你就叫小兰 讲完以后 黄国瘡不乐意 这是什么情乐啊 请不用再说了 什么叫这就是小兰 很多民众党的支持者 厉害哦 他们立刻发想说 所以 因为黄石南是不是也宣布参选令 立法院院长 对 那今天 如果按照我的头发 是不是最后他赢 对 所以这个国民党 民进党也叫做小兰 因为民进党没有投给黄石南 造成韩国瑜当选 你也是小兰 是可以这样转的 我再讲一次 因为各自都投自己 我投自己 你投自己 他投自己 就最后两人用他当选 对 那如果民进党要以此来 贵罪民众党说 你投自己 所以造成韩国瑜当选 你叫小兰的话 那民进党这51期 是不是也坚持投自己 投两次以后 韩国瑜当选 那你也是小兰 因为你的做法 你选前不是最怕韩国瑜 我现在讲这个不是在那里讲 观众朋友 我要进到 所以柯文哲今天就公开呼吁 那不然这样 民进党把你的51期 投给我黄珊珊 韩国瑜不当选 对啊 请民进党把51期 投给我黄珊珊就可以了 好 民进党立委不高兴了 特别是柯建民 怎么可能 绝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有底线 我们坚守到底 林俊仙刚写一篇脸书 说你是对的 今天黄珊珊 还有黄国昌 他们过去的两天 有两个立法院的候选 一个叫做韩国瑜 一个叫做游锡坤 跑去拜会拉票 对不对 那请问你黄珊珊 今天全部要选 你去拜会国民党团没有 同样的游戏规则 你去拜会民进党团没有 没有 那你没有拜会民进党团 你叫我们50票投给你 你根本就是玩假的 你没有来 所以现在民进党内 已经跟民众党准备撕破脸 明年票一投出来 韩国瑜当选院长以后 立刻就讲说 你就是小兰 然后吵起来以后 没用的8票 你就是小兰 没用的8票 你就是小兰 就要跟他 雪梅不嫌出来了 那你要知道 因为两轮投票这个状况 只要我刚刚所讲的 民众党真的都不投的话 那确实就是韩国瑜会当选 那我就问俊价哥 因为他有讲一个状况 基本上不会发生 就是说 如果黄珊珊第一轮 居然起义来归的 不是民众党 是民进党 民进党把51票投给黄珊珊 那黄珊珊会多少票 就是59票 对对对 59票 那59票 那我们过半 他就过半了 过半 那第一轮 他就赢了对不对 好那赢了以后呢 民众党你先想好 他们可以乱讲 我们台湾民众党将决定 下午的副院长 不会退任选 因为我们已经赢到院长了 但他不会发生 这次不会发生 好那第二轮投票 他又退出对不对 那请问 如果黄珊珊明天早上没有赢 赢的话下午就不选 那请问黄珊 明天早上如果没有赢呢 如果没有赢的话 就进入第二轮啊 对所以我就讲嘛 民众党就是现在最会操作的 我早上去立法院绕了一圈 记者都在民众党团 为什么 因为俊强哥 明天中午还会有 数以20 30记者 不能吃午饭 还要守在民众党的门口 因为民众党明天中午还要再开会 所以我明天笑 我怎么投 副院长你要不要推 明天再讨论 这叫乡土剧啊 演到第八十几还在 恰恰还有Michael啊 他就没有办法结束 明天中午才告诉你 下午怎么样 可能是推谁 雨萱明天就要投票了 今天民众党先底牌了 你怎么看明天的局 俊强哥 我们昨天在讨论民众党什么事情 分裂投票 就我们今天在讨论什么事情 团进团出 你怎么会相信 这不准 诈骗集团的话不要听啦 每六跟你讲不一样 所以他们今天讲完 大家都拍拍手很高兴 我听听而已啦 为什么 你柯文哲一觉起来 搞不好睡个觉回去 母检会再念个两声 头抓一抓 我想我这个六点声明 我给他给他撕毁 六点声明不算数 我想我讲没有啦 没有这个团进团出啦 搞不好这个7比1 6比2也有可能 随便他滑了 所以这个还没有成为定局嘛 民众党讲的话 我才不要相信 他到了明天 搞不好会给你来一株 半战 又来别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来第二件事情 但民众党 他现在有好几种变法 为什么 他今天跟你讲说 我第一轮要投皇三三 今天理由很简单 这就像办一场选美比赛之后 选美比赛来 请蓝绿双方候选人到达现场 来开始 你要穿泳衣 你要绣肌肉 哎呀 你要穿西装 你要穿礼服 他都给你欣赏完一轮 对不对 结果他最后给你宣布什么 哎 得奖的是 虫缺 没有 朱审 朱审得奖 我裁判我得奖 他外面两个都耍了 你知道韩国瑜他是什么 衣服打开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是 景深衣 他也戏弄你 你戏弄我 我戏弄你 才不要给你看 想太多了 但现在问题是 他就是透过彩蓝彩绿的方式 你看他后面八个字写什么 超越蓝绿最强战役 我一早看到这个记者会 柯文哲迟到还没有来的时候 看到这八个字我就知道 他又要来戏耍了 对他完全没有不期不待 但好 即便明天第一轮真的 他们投自己之后 那第二轮会出现什么状况 他不是说他不进去了吗 那你确定吗 还有变数 对谁知道 这个搞不好最后一秒最后一分 对不对 柯妈妈都会跑去说 我来替我们儿子领表一下 然后又被收回去了 你不知道嘛 你不要预测民众党 诈骗集团讲的话不可信 所以除非等到选票投出来之前 我是不会相信的 但我跟会讲 他现在这个东西已经踩死了 也就是说他不投蓝不投绿 他有一个很崇高的道德理想嘛 因为我超越蓝绿 我要当蓝绿之间的桥梁嘛 所以今天有两个人 跳出来讲话都没道理 对不对 一个叫做游锡坤 游锡坤很惨 他现在已经变成民进党 切割的战犯 一个叫傅昆琪 傅昆琪这个没头没脑的 突然十点钟跟他撞起 然后开场记者会 讲说我招伟给你 我什么都给你 问题是什么 他甚至早上还上广播 问题是你傅昆琪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民众党会有什么牌 所以各位 这都不是游锡坤错 傅昆琪的错 是你面对诈骗集团 千万不能有三观 因为柯文哲的专场专业是什么 毁掉人家的三观 今天他竟然敢跟我讲说 没有我跟你讲 很遗憾 看到立法院政副院长 竟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没有人讨论国会改革 开我什么玩笑 金大哥 1月14号是谁先讨论 立法院政副院长的 就你民众党 所以各位不要跟他太认真 但对于这八席 甚至接下来的副院长选举 搞不好早上韩国瑜出来了 到了下午 还会有奇奇怪怪的变速出现 秀琳怎么 明天过后会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 立法院政副院长选举的过程 非常的精彩 那个剧本都是民众党 都是柯文哲在写 他怎么写 大家今天就说 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 他明天又换了另外一个剧情 怎么主角死了 变成配角变成主角 就是非常的高潮迭起 但是我觉得最终 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的精彩 但是结局也许平淡无奇 平淡无奇就是大家 回归自己的位置 就是52加2 然后这个8票的投8票 然后51票的投51票 只是说这个过程的精彩 让你有很多的悬念 就包括了 我们会有第一个国会女议长吗 民进党会不会去 干脆投黄珊珊 让韩国瑜不能当选 因为民众民进党 从这个选举开始 天天都在宣传 不能让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 让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 这个在国际外交上面 在国际这个声量上面 会让台湾很丢脸 而且还有国安问题呢 就是中共会控制韩国瑜 如何如何 都已经把调子讲成这样了 拉到这么高 结果你现在投一个票 投下去是让韩国瑜 这个当立法院院长 所以民众党其实非常巧妙的 找到了这个缝隙 钻进去切进去 说我们现在就来比 到底是谁 保送了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 那个当初说 绝对不能让立法院长 是韩国瑜的民进党 你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我就来给你猜穿 你的谎言 那民众党完了这样子一招之后 民进党其实蛮尴尬的 因为柯建宁是气急败坏 我们怎么可能投黄珊珊 那事实上他们也不会投 因为在中常会里头 赖清德民进党党主席 已经定调了 我们就还是要投我们的邮昌佩 而且他呼吁柯文哲的第二轮 民众党可不可以进来投票 然后那时候再来决定 你是要选韩国瑜还是游锡坤 那这事当然不可能发生了 就是说民众党已经决定了 他不要当 那个保送韩国瑜的人 谁保送韩国瑜 现在的这一个剧本走下来 看来就是民进党保送韩国瑜 我认为明天过后你怎么看 我判断韩国瑜的院长 应该已经很顺利了 因为他推黄珊珊 有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说 你不能说我小蓝 因为我推自己人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是小绿 为什么 除非你民进党五十一票 要投给黄珊珊 那黄珊珊当院长 但是以柯建宁跟民进党立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对于明天 第一轮投票的话 黄珊珊不可能过 过的就是游锡坤跟韩国瑜 到第二轮投票的时候 他们要退场 因为名单上已经没有黄珊珊了 所以院长一定会 国民党五十四票 对民进党五十一票 韩国瑜会当选 但到了下午的就不太一定了 因为民众党说 我们中午在商量 那很可能国民党会 会释出善意 那你竟然是早上支持我们韩国瑜 用这种形式来支持韩国瑜 当选立法院长的话 那下午我们 副院长让你们当 可可以回报你一下吧 那不晓得他们愿不愿意接受 不知道啦 这个时候 等于到中午大家来巧 都还有时间了 所以可能要先恭喜韩国瑜了 好 雨萱 带我们来看到 在明天二月一号 新国会上任之后 急着要扮演 关键少数的民众党 巴西上攻了 但这一天开始 会不会也是 柯文哲领导统预 谁说了算 风暴的开始 这样个 柯文哲又再度刷新国的三官了 现在就连定义都可以刷新了 来 立法院党团三长 我们来上课念一遍 这个第一个叫什么 总召 第二个叫什么 干事长 第三个叫什么 书记长 书记长还可以分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长 结果他的三长是什么 哎呦 前所未闻 黄国昌单总召 黄珊珊 呃 副总召 从来没听过 然后再来就是干事长 干事长就陈召之 但我们要讨论到底谁大谁小之前 我们会讲肢体语言 骗不了人 你知道就在今天这个会议之前 柯文哲他迟到 对 三三来迟 旁边还真的有三三 结果呢 柯文哲就定位之后呢 发生一个状况 他的右边是谁 是陈召之 对 结果呢 他的左边是谁 是黄国昌 那黄珊珊在哪里 不对啊 俊阳哥 说好的C位呢 所以他是第一名 他第二名 他变成第三名了 你曾几何时看到黄珊珊在C位 他不是在C位的出现 过去开记者会 连柯文哲都站在旁边 然后黄珊珊坐中间 公布民调那场 各位不相信 掉历史画面来看 他才是主角 他always是主角 今天怎么变配角 你说他在不在意 非常在意 为什么很在意 因为名牌上面桌子上都有 你看就是黄珊 前面这个 陈召之 柯文哲 黄国昌 黄珊珊 1234都给你排得好好 就黄珊珊要干什么动作 卡位 他就一挤到陈召之旁边 我侧身 我也要跟你 所以现在大合照 他拼命的被卡位 卡卡卡 结果卡不进去 你知道怎么办 吴春晨太尴尬了 因为他见证了 大型车祸现场 说陈召旁边 旁边 他来后信信 从后面绕啊绕 坐到黄国昌 原本他应该属一个位置 所以就代表 开始出现权力异动了 那为什么整个民众 会有所谓的权力异动 因为理由很简单 接游锡坤的 接韩国语的 请问叫做什么名字 黄国昌 这个大名 所以代表 他才是代表民众党 党团主导的一个人物嘛 而黄国昌长的是什么大旗 他今天在骂的是谁 反律大旗 骂的叫做柯建民 对国民党根本没办嘛 他除了说莫名其妙 讲一个说什么 不明人事 跟这个立场偏颇的名嘴 不知道他讲谁 对不对 从头到尾 他没有骂到国民党 但是这一件事情 已经凸显出 黄珊珊的生存危机 因为 往后如果说是 跟在野阵线整合 而黄珊珊是国民党 最头痛 最头号的敌人的一个人物 请问他的角色 该如何自处 所以才会帮他创立一个副总招 因为当不了总招 没能耐 颜色也不对 但当副总招 创立一个 全所未见的职务 只是要给他有台阶可以下 好 再来看到民众党发生的这件 匪夷所思的集体请辞事件 也跟黄珊珊有关吗 来看到 九席的中央委员 居然在这几天 有五个人超过一半 集体请辞 这是怎么回事 居然个古代 我们讲的官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我考试科举得状元当官 另外一种叫做什么 花钱买的官 为什么这五位中央委员会请辞 因为他们感觉到 我感觉好像是付钱来当官的 我是傻了吗 为什么 因为这五个中央委员 每个人都有责任配额 也就是你一年要募多少钱 一年要募多少钱 过去曾经有个地方干部 这个柯文哲 已经要把他辞退了 就没有想到的 竟然还寄封简讯给他 他想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柯主席的简讯 好感动 就他跟我说你责任配额30万块记得要缴 柯文哲就是要钱 通通都是要钱 所以对他们来讲 我们没办法跟主席面见 对于肾上摇摇 这个非常的遥远 摇不可及也无法触碰 那我们在那边干嘛 就是哪啊 付钱缴钱当官吗 所以我干脆不干了 所以为什么钱募了呢 包括Grace讲说 哎呀这个东西形同虚设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说 柯文哲只听见一个人的话 而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提及的 特别为他设立位置的 黄珊珊的话 所以这些人这样的努力 帮你去募款 每个人都有Quota 结果 你让我感觉我形同虚设 我的声音上不去 因为 黄珊珊让柯文哲偏听 让下面的声音上不了柯文哲吗 对嘛 我们跟各位报告 今天出来解释这件事情是谁 是新任的秘书长周渝修 就周渝修讲话了 说没有啦 他以前破坏啦 他是移民啦 他是在国外啦 都没在台湾啦 但讲完了请问这五格的声音有没有 没有声音嘛 这就是他们的困扰嘛 因为他们的声音出不来 反观你看黄国昌 他这个喊的就具体多了 黄国昌跟大家报告什么说 我们2026年绝对不会缺席 现在还喊出雄心壮志哦 我地方要打下100系议员 沒關係做理化做理化 反正你诈骗集团爱讲什么我都没意见 但这也凸显出为什么在立法院长选举这一役 大家跟他们的关系如此紧张 因为民进党对于他们而言 我如果靠你民众的太近 待会变成是台北市要不要理到你黄珊珊 我会不会变绿白盒 你会不会来跟我瓜分年轻人选票 我当然一脚把你踹越也好 而至于国民党为什么总是跟他们用戏弄的方式 反正你唱戏我也唱戏 因为大家都知道 谁黏到他谁倒霉 而未来民众党的六都人选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绝对不会选上 但保证搅得你天翻地覆 好 人俊今天立院黄珊珊推上去 变成民众党角逐龙头的人选你怎么看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民众党在今天 最大的要告诉大家讲是 我不是小蓝我也不是小绿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蓝绿在之前非常配合 你要我去说明我们也去了 可是在民众党今天的声明里面 你会看到他其实隐去了 这两个人来跟我说明到底有什么重要性 没有 他在乎的是你们其他人都骂我 所以因为你们骂我我们决定不支持 那你干嘛叫人家去接受你面试 你一开始要讲说谁来面试 你练跟我相同我会挺你 你谁都不挺 所以我相信可能对于韩国瑜来讲 我当时的报报真的是白报了 蔡奇在立还好我没跟你报报 因为到最后你根本不在乎 这两组的候选人对你做出什么承诺 你只认为说他对政党的部分 你政党其他人骂我就不跟你合作 那当然现在对民众党的算法 因为在立法院的院长的投票的状况 按照他的办法里面 第一轮你必须要过半 如果民众党的巴西真的投给黄珊珊的话 代表蓝绿即使国民党是所谓的52加2 他也没有办法达到过57 所以势必要进入到第二轮投票 那接下来第二轮投票之后 虽然民众党现在看起来态度是说 这个院长的部分他们坚持要投给自己了 可是第二轮会不会有变数 我认为现在对于蓝绿来讲 大概都会觉得白银在做任何的事情 大概都不要期待他 所以很有可能关键少数反而变成是两席的 所谓的不分区的立 无党籍的立委 包含陈超明跟所谓的高金宿美 那两方一定想要极力去争取 那如果民进党认为说 我在立院院长的这一块 是我势必要拿到 我认为他会先从这两个 所谓的无党籍的这个委员来下手 今天还传出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 民众党才要展现关键少数的实力 结果呢 鸡仔糟糕没法吃 九席的中央委员居然跑掉超过一半 五席地辞城 崩分离析 团结不是打个大文号吗 那这件事情当然曝露出来 是因为看起来这五席 为什么会有人放新闻 而且那五个说什么 说我选举的这个阶段性任务 其实都已经过了吧 再来就是什么 他们其实有提到 用不具名的方式 跟记者讲说 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决策 沟通管道的这件事情 看起来他们也觉得就是说 也没有办法再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他们不爽黄山山一手秋天吗 我认为这整体就会成为是 民众党自己本身到底在内部决策 还有他的政策形成的部分里面 究竟是哪一个层级说了算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中央委员的这个锅 现在被掀开来 那是不是代表的是 柯文哲真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民众党不能没有他 因为没有他之后会分崩离析 代表民众党其实是一人政党 而不是一个集体决策的政党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谢观看